机动特遣队Omega-7 潘朵阿之河 是一个实验性的机动特遣队 通过与人情异常个体的合作来获取和收容异常 特别是SCP-076-2和SCP-105 这个计划最初的目的是利用SCP-076-2 亚伯尊敬强者的性格来控制亚伯 并且将部分SCP武器化 Omega-7是由10-20名被分成5组 每组3-5人的战斗特工组成 所有队伍成员都是由亚伯亲自从精英战斗特工中挑选出来的 而亚伯必须佩戴一个配置在颈部的装置 一旦被触发或干扰就会立刻爆炸 透过摧毁脊椎、气管以及其他主要血管来杀死他 同时他身上也装有追踪器 避免他进行命令以外的杀戮 也为了阻止他对基金会的设施造成破坏 亚伯挑选的标准并非权移战斗为主 SCP-105在一场比赛中击败了亚伯 比赛要求启动数个聚起点一里 并且彼此相隔一里的装置 SCP-105用能力的优势取得胜利 亚伯接受了失败并准许他进入Omega-7 另外一个案例则是特工AA 他为了研究亚伯与他游玩了一个被称为军略棋的游戏 最后击败了亚伯并被邀请加入 虽然在亚伯的训练下 Omega-7有很强的战斗能力 但这个计划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亚伯是一个完美的杀人机器 基金会就无法让他停下 最后因为基金会没有更多任务可以指派给亚伯 感到无聊的亚伯破坏了炸弹 并且杀害了Omega-7大部分队员 使基金会启动战典内的核弹 最后基金会承认Omega-7是一个错误 并删除了大部分相关的资料 特工AA的故事是少数被留下与Omega-7相关的资料 特工Adrian Andrew又被称为特工AA 原本是一位由心理学硕士学位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助理被招募进基金会 一开始的工作是监视设施内成员 是否发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反应 在上一院负责亚伯的研究员死后 特工AA接手了他的工作 要为亚伯做心理分析 为此他与亚伯游玩了一个被称为军内写的游戏 最后击败了亚伯并被邀请加入 为了观察亚伯 他加入了Omega-7 并接受残酷的训练 除了体能训练外 亚伯还要求他肢解活人 并在他失败后 要求他与其他的动物练习 在多次危险的任务后 特工AA也开始习惯 并与另一位特工BHS建立了恋人关系 后来因为Dentensen博士将Iris放走 特工AA和BHS被派去追捕Iris 特工AA将手枪内部照片交给Iris 并胁迫以手枪自杀 浪声称失去能力的Iris 不得以使用能力破坏手枪 并被带回基金会 最后在一次任务中 亚伯重伤 将任务指挥权交给了特工AA 他单枪匹马地与一个Keter及SCP对抗 虽然SCP的攻击重创了他 并且杀死了特工BHS 特工AA的行动 使得SCP-073能进入当时 在基金会设施内横冲直撞的SCP 的攻击范围内 并在SCP-073反汇伤害的能力下 阻止了这个SCP 重伤后的特工AA失去双手 大脑被摄入的碎片部分破坏 并在之后接受SCP-212的改造 SCP-212是一个大型医疗装置 当接触到动物时 就会对它进行活体改造 但这些改造的内容是随机的 有时甚至还会致命 在改造后 特工AA成为了SCP-784ARC 这边解释一下 ARC的意思是被删除了SCP 但是因为与基金会网站内其他文章有关 所以被保留 特工AA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奈米机械 并且可以随意变形 在一次事故中 特工AA得知 纪录中死亡的特工BHS 其实并没有死 只是重伤后 夺取了一位博士的身体 突破收容 最后用奈米机械治疗特工BHS 在与拿着EMP手搂弹的 Kleff博士对峙后 特工AA与BHS一起逃走 一段时间后 当两人以为可以过上普通的生活 在意大利的湖边夜餐时 被Kleff博士率领的狙击小队杀害 其实就来讲讲零点事件 零点事件是在重申计划中 对机梦特前队Omega 7 全面提出的另一种解释 重申计划这个设定的目的 是为了重新使用过去 欢乐基金会时期常用的作者化身 SCP照射实验 一些后来被视为禁忌的要素 但是是在颗粒的范围内使用 而继承Omega 7小队的Alpha 9 也是处于这个设定之下 在重申计划的宇宙中 有个被称为花的东西 它的存在只有四个欧武之导 花被形容为世界转换花 和多重宇宙观察者 欧武之时深圳它是 多种不同可能性的分界点 是地球上最稳定的点 并且保持平行宇宙分离 花同时也具有重置时间线的能力 在重申计划的宇宙中 现实正在被侵蚀磨损 大量异常开始出现 生物失效 冲突 战争 全球性的破坏不断发生 某个不可名状之物即将到来 这被称为黑月嚎叫 为应对这个状况 基金会反复使用花来重置时间 花的启动需要杀害特定的人员 这些人员也包括部分基金会人员 在最近的一次重置中 Craft博士接受了欧武之士2的指令 杀害了许多基金会人员一起动花 但在最后要接触花前 被Sophia Life博士 也在CP668杀死 最后由Sophia Life启动了花 而从最后的时间线就是零点事件发生的时间线 零点事件以特工AA与BHS追捕逃走的Iris开始 Iris坚持自己失去的能力 特工AA以手枪自杀 迫使Iris使用能力破坏手枪 之后他们做了直升机 带着Iris前往最近的基金会站点 黄石站点 在直升机上 他们目睹了黄石火山爆发 他们联系了黄石站点 但声音却断断续续 并且很快就消失了 而他们对这个站点以及里面的人的记忆也完全消失 特工AA判断就是发生了CK级现实重构事件 而这事件与上面提到的能重置时间线的花有关 花的位置就位在黄石火山 因为花是地球上最稳定的点 ISCP-2000也被盖在了花的上方 但是黄石火山却正好又是一座不稳定 早该喷发的超级火山 所以基金会一直在寻找能复制花效果的方法 希望能把它移到或复制到一个更稳定的地方 但却意外地出现了问题 本应该保持平行宇宙分离的花 却把它们互相拉近 而当两个分离且不相容的时间线交错的时候 就会导致互相淹灭 让现实不复存在 也就是ZK级现实失效 为了处理花 正好在附近的金融特检队Omega 7 Iris队 被派遣进入处于异常状态的黄石站点中 而此时亚部队处于失联状态 Iris虽然也想参与任务 但特工AA为了保护才15岁的Iris 以逃跑的他不是Omega 7的议员为由 拒绝了Iris Iris被直升机带走 要进入黄石站点前 他们联络上而在事件发生时 就在里面的亚伯队 电脑那次传来的画面中 走廊借满了血 屋顶的浴光灯疯狂摇晃着 惊吓的召喚声和枪声 从一幕外传来 重伤的亚伯将任务指挥权 交给特工AA后 暂时死去 在设施内 他们发现了死亡的亚伯队对原尸体 并且遇到了SCP-073 盖颖 特工AA、BHS与盖颖一起前进 胜与成员留下敌遇最上的异常 同时亚伯会从十关中复活 在即将抵达花的房间时 他们遭受巨大的钢人偶攻击 BHS重伤 特工AA引诱人偶攻击盖颖 钢人偶在反馈的伤害下爆炸 特工AA也一直重伤 盖颖将两人放在一起后 走入了花的房间 当盖颖站在花前时 背后传来了亚伯的咆哮 该颖站到一旁 弓箭的鞠躬 亚伯用手产生的黑刃 砍进了花的核心 之后时间线发生了重组 重组后时间线不存在花 花源线所在的地方 只剩下了与亚伯的黑刃 相同物质组成的旌旗 而所有人只有欧伯支持 记得花的存在 并意识到时间线的重构 在重构的时间线 记录中亚伯伤害了Omega-7的成员 但是幸存者提供的时间区却不连贯 亚伯也没有对他的作为有任何解释 另外所有的官方记录中 关于特攻AA的权名都不存在 它被改造的事件 时间序也十分模糊 并且记录前彼此冲突 虽然提出了这些疑问 但其余的O5用为 解决目前宇宙的问题 才是当务至极 无法有更多余力 去管冲突前的宇宙 O5支持被要求不去调查 SCP-073 SCP-076 荆棘和花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零点事件大致的内容 接着就来来讲 Omega-7的牺牲者 激动特险队Alpha-9 最后的希望 激动特险队Alpha-9 在零点事件9年后被组成 此时异常事件越来越频繁 前线上万个SCP 在短短几年里被回收 每天都能发现新的相关组织 基因会开始力不从心 OE会开始变得绝望 重新开始进行交叉 和武器化SCP的研究 在一次敌对组织导致的重量突破中 Iris表现出过去 在Omega-7训练时留下的作战技巧 在基因会高层看过记录影像后 以Iris为中心 重新组成激动特险队的想法形成 O5之时亲自邀请Iris 加入激动特险队Alpha-9 Iris起初因为过去的阴影拒绝了她 但O5之时告诉Iris 即使不是她也会是别人 甚至有可能是个孩子被招募 最后Iris同意加入了激动特险队Alpha-9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激动特险队Alpha-9的成员 ASCP-105 本名Iris Thompson Iris曾经是Omega-7的成员 但因为没有参与零点事件 所以成为了除了亚伯外 唯一幸存的成员 在Omega-7的训练下 使Iris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除了精准的射击技巧外 还有一定的精神作战能力 并且有很强的记忆力 不确定这是否跟她的异常特性有关 她能用她的异常能力 进行大范围的侦查与干涉 她的异常能力后来也发展成 可以由平板电脑发动 ASCP-073又被称为该营 外表是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 她的上肢、下肢、脊椎及肩胛骨 被人工的未知物质和未知金属取代 在她半径20公尺内 土壤中的生物会全部死亡 走过的任何土地 都会随着艳阳菌的死亡而变得平脊 任何在土壤中长成的生物 所制成的物品 如木制品及纸杖 在该营的接触下 都会立即腐烂解体 所有对该营的攻击 都会反馈于攻击者 该营因为不明原因 立刻就同意帮助 激动特线对阿发奈 但主要还是以辅助者的角色 她会在每次任务后 询问每一个人 了解事情经过 并找出哪里还能再改善 该营与Iris的关系非常好 在Omega 7还存在的时期 两人应该就认识 而在阿发奈重新与该营见面 让当时状况不好的Iris获得鼓励 对能力的掌握也恢复 ASCP-2099是一位科学家 Jeremy Valdez的大脑 以及相关的仪器 Jeremy的大脑 称为ASCP-2099之A 被放置在一个水缸中 她能控制一系列由她制作 被称为ASCP-2099之B的超科技仪器 这些仪器包括机械手臂 机器人 太空船 713把不同的雷射枪等等 Chelsea Elliott 原本是一位普通的研究员 在研究ASCP-2108时发生了意外 使她身体出现了异常 让她具有像植物一样 行空和作用的能力 她可以完全依靠太阳生存 而不需要进食 并且能制造出任何植物能生产的物质 包括各种毒素 在面对作为ASCP被修容 还是加入机械特险队阿巴奈的选择下 加入了机械特险队阿巴奈 Keyn博士 Keyn博士主要的研究在于机器人和心理学 她最接触的贡献是 那次她变成了一只狗 她负责开发出了 后来被Andrea Adams使用的强化套装 研究智能工作员AIC Alessandra AIC是具有虚拟形象的员工智慧 Alessandra是第四世代 也是目前最先进的AIC 形象是一位蓝发女性 她能像人一样思考、学习 能进入手机中被携带 并且处理电脑资料的修复 取得、破坏等等 Alessandra是一只能自主行动的右手掌断肢 原属于GMS Hellman 在晚关节后部约有5.1公分的饶骨 及4.6公分的齿骨铺在外没有皮肤覆盖 Alessandra具有语言能力、听觉、视觉和味觉 Alessandra能解决复杂难题、能力中等 当Alessandra说话时 她的五指、红石运动 观察发现 Alessandra的发声源在第一与第二掌骨间 该部位即使不运动也能发声 应该CP-2913自称HAM 拥有自己的人格 由于她极小的体型和绥静应变的能力 不管是渗透还是战斗方面都有相当的能力 机动特遣队LAMDA II 是阿发奈的附属机动特遣队 由CLEV博士负责 工作内容是监视与辅助阿发奈 LAMDA II成员包括 高级特工Andre Adams Andre Adams是CLEV博士的前秘书 在阿发奈成立时被CLEV博士招募 她装备有CLEV博士 从CLEV博士那里拿来的强化套装 套装的头盔可以免疫认知危害 战斗服能防弹 大幅强化力量与速度 穿上套装的她 曾经被其他机动特遣队的指挥官 形容有超级英雄般的战斗能力 但在文档中 从CLEV博士与O5的通行来看 Andre Adams是借由记忆消除 和植物虚假记忆创造出来的假身份 目前重生计划中 没有提到Aless的真实身份 但当她听到Beatrice时有反应 加上名字简称也是AA 一般猜测她可能是特攻Beatrice 或是变性后的特攻AA Dietrich Love是一位电脑工程师 负责提供AlphaNet的技术支援 以及AIC的调整和保管 Dietrich同时也受到SCP-147影响 并且将自己看到的SCP-147GA取名为Mare 他能与他沟通 并且能依靠他来侦查 Alexander Fox是36岁的欧洲协同男性 是招募自Marshall Carter & Docs公司的特攻 他原先是安保人员 后来参与了公司的猎手计划 扮演导游的角色 保护那些想进行怪物狩猎的客户 最终计划因为客户的伤亡率过高而被淘汰 计划取消后 他主要从事暗杀工作 最后在基金会与Marshall Carter & Docs公司的私下交易下 被介绍给了基金会 并加入LAMDA2 他拥有许多异常体质 但这些体质都不是天生具备 他声称是雇主给他的礼物 他的胸腔中没有肺和心脏 取而代注的是一种植物 DNA鉴定显示是一种苔藓 这种植物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心脏与肺部相同 他的肺部可以主动过滤空气中的一切毒素 锦细中二氧化碳并排出其他物质 心脏可以过滤血管中细菌 病毒 药物等毒素 血液也被替换为不明黑色液体 他宣称就是因为心心脏 不适应原来的血 此外 他可以通过嗅觉或味觉 来鉴别饮食中的化学成分 包括大部分非异常的药品和毒药 以上就是机动特遣队Omega7 零点事件 机动特遣队Alvanet的介绍 我原本觉得轮回小队的故事就够复杂的 但重生系列有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整个重生系列的故事 在人物塑造和背景设定方面还是蛮用心的 但还是有个明显的缺点 整个系列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 还有在持续更新 但整个故事花了近50篇文档 却感觉只是刚开始而已 加上后续的更新十分缓慢 应该是很难等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